记者朋友可以继续 我们做Tender的 所以其实在Tender里面 就有一篮是Brand了 即是说其实它有什么要求它都可以填 但当然Tender来到 看一个要求它们是否OK 所以我想我回应你的问题就是 第一就是刚才说 对于它们刚刚来到香港 可能需要有家司 所以你看到现在身处一个Studio 这个Studio的虽然不是很大 但我想给它过渡期 或者它如果是一个人的 那变成它又不需要再想家司 最少就省了租 因为一买就高楼 那便不用付租 那在那个付款条件上 我和agent都说 如果它Tender或者到时可以弹性一点 比如说它有需要长一点 因为两边走 或者是一个competition planning 多一点 或者找银行 你知道尊财或者它来到香港找银行 虽然有它们帮忙 但是总是会需要时间 因为那个financial backup 文件 那在那些地方我会就得到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 所以我们都曾经跟他们说过 如果它签了一个SP 如果是很特别的话 想得通的我可能会交铰匙 因为如果他们真的 譬如我简单的买了这个Studio 那基本上就是 拿铰匙就能进来 那如果再装修一间屋 最重要的应该不需要住 可能它有那么快 再装修好一点 但是已经可以用得到 那你知道我们 家私油是比较upmarket 因为这里都说 十一二万元 十万元 就是那个牌子都挺好的 你看这些东西 那我们又不想做些太差的 那等于他们都可以进来 就可以住 那我答到问题 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弹弹性的话 可能这个都帮到他们的手 进来就立即住 又不用交租 就交租 那我们尽快帮他们搞定 那个mortgage 那就大家都好 那就出一身力 那他们又来到 希望那个市会更好一点 当然我们现在希望做生意 陈先生 那你透露一下数字 数字 是 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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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现在去到 昨日为止330间 我们总共多少 414 414 就是414减330 就总共剩84 OK 那里面都很均匀 不过三房就早卖了 因为本身三房少了 那还剩下一些 两房的open kitchen 两房的僅存 那里面 studio其实没有很多 我只有五间 有五间 但五间 我们都做家师的原因是 其实如果我们做soul fact 的话 其实小单位通常是不做的 但是我认为 我觉得可能他有这样的需要 单身的 刚刚申请批了 那又很方便 因为我们十八分钟 我们一分钟到长收盘 就是十八分钟到中环 那个想法就是 变成了 如果他们一买完的 就算说 他准备在香港 迟些再买 或者家人未下来 那他都不用一定租 他买一个单位 当投资也好 当住住先也好 然后整家都下来了 再找你们再买一间 大一点的 那都可以的 所以我们给了一些 漂亮一点的家师 让他们可以立即做个 decision 这个只剩84单 女生839号有多少钱 刚刚过了33亿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